诉说委屈,妻子提出离婚 双方见面为何大动干戈 提出想法大家能够接受吗 最终,这个大家庭能否恢复平静 白星条姐,薛习的丈夫正在为你讲述 这是发生在开封降服区陈流镇的一幕 画面上这名女子叫做县县 也是我们今天的求助人 而这位情绪激动的中年女子是县县的婆婆 那么她们之间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县县一见到百姓调解员便哭了起来 并表示要和丈夫离婚 这是为什么呢 县县说她和丈夫结婚七八年了 有一双儿女,儿子六岁,女儿两岁 可是丈夫却整日游手好闲 特别是小孩小孩和小弟 她那也带住了,所以我出来干我 我出来干我,她是个丫鬟 县县说,在和丈夫生活的前两年 她一个人外出打工挣钱 家里的生活勉强可以度日 她便没有给丈夫施加太大的压力 可是两年前,女儿出生之后 她们一家四口,却只能靠着公婆维持生活 县县说,孩子渐渐长大了 生活开销也越来越大 可是家里却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生活 这样她再也无法忍受 此时,县县娘家的邻居围了过来 民居们说,他们隔三差五就会看到 县县哭着跑回娘家 而每一次都是县县的丈夫跪下保证去干活 县县才跟随丈夫回家的 而这次,让县县下定决心要和丈夫离婚 却是因为县县的婆婆 县县说,婆婆的这句话是在侮辱她,深深的伤害了她 那么县县所说的是否属实呢 最后,我们跟随县县一同去她的婆家 然而刚到县县的婆家门口 正巧碰到了准备外出的县县的婆婆 县县的婆婆说,儿子已经去了上海打工 而看到儿媳县县的到来 县县的婆婆立即指责县县县 县县的婆婆边走边指责的县县 县县的婆婆边走边指责的县县 便和县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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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 现现的婆婆表示 要带我们去找她的丈夫 十分钟之后 我们跟随现现的婆婆 见到了现现的公公 此时附近的邻居 也纷纷劝说现现的公婆 在大家的一番劝说下 现现的公婆同意回家 和儿媳现现好好谈一谈 现现的公公坦言 儿子确实有些懒 他只有这一个儿子 从小娇生惯养宠坏了 现现的公公告诉调吉原 在他的一再批评下 儿子踏上了打工之路 他希望现现等儿子半年的时间 看看儿子的表现在做决定 儿子现在不是出去看一发 就让我说我不相信 去年他说我保证今天好好干 去年一年给我干两个月后 突然打钱你问他 交给大伟就回现了 你的意思就是上海打工 不往下几天还得 拿着打钱给他玩来的 对 丈夫一次次的不守承诺 现现坚决不再相信 那么现现所说是否属实呢 面对丈夫的行为 现现不再相信 那么如果两个人离婚 他们的一双儿女该怎么办呢 此时现现的娘家人上前表态 而听到现现娘家人这么说 现现的公婆反驳起来 现现的婆婆说 儿子自知有错在先 任凭儿媳现现的娘家人指责 儿媳的娘家人也同意再给儿子一次机会 然而在一旁现现的婆婆 看到儿媳妇不愿给儿子机会 一下子瘫坐在地上 看到现现婆婆的身体不停地发抖 担心发生意外 条权赶紧提议大家把现现的婆婆搀扶到屋内 然而面对大家的劝说 现现的婆婆的情绪更加激动起来 情绪激动 婆婆伤心 提出想法大家能否接受 不得想你那味了 不想你那味 120的到来 调解能否继续进行 最终这个大家庭能否恢复平静 白天调解 缺席的丈夫正在为你讲述 神学有时是在过度劳累之后 好像身体被掏空 是不是渗透支了 惠人神宝片 22位医药 把渗透支的补起来 他好 我也好 不得春光灿烂 相对人间 相对人间 三千年 名门之秀 五两春 知道吗 PM2.5小到能进入头皮毛孔 只靠清洁表面 不够 海菲斯畅新护肤洗发生 不但去泻 更清洁PM2.5 给你持久去泻保护 海菲斯 爱绿色 不爱添加 爱健康 不爱伤害 立白皂叶 不添加荧光棕白剂 绿色健康的洗衣液 立白引领绿色健康 老胃病 用办法 辅人牌 升齐健胃颗粒 快止痛 重调理 日味更养胃 润心糖牌 封阳寇服液 能锁黄旗 构旗子 白竹 人参 当归精华成分 缓解体力疲劳 适宜 一疲劳者 润心糖牌 润心 额胶浆口服液 增强免疫力 提高抵抗力 祝您充满活力 治感冒 抗病毒 好得快 辅人牌 抗病毒 口服液 十分用心 十分放心 为了这一步 我们探索了 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 为了这一天 我们钻研了 五千一百多的日夜 为了每一个中国宝宝 我们向宝宝营养了黄金标准看齐 我的天生 好 金颖冠 坚持中国宝宝营养研究 为中国宝宝而生 爱绿色 不爱添加 爱健康 不爱伤害 立白灶燕 不添加荧光棕白剂 绿色健康的洗衣液 立白引领绿色健康 要用洁净的衣服 给他自信 我选择洗得干净 又温和的太子 太子洗衣液 具有双重洁净技术 去自一条无残留 他自信的表现 是我最大的嘉奖 有太子 眉屋字 一人咳嗽 全家变成熊猫眼 999强力琵琶路 止咳 去弹 顺喉 心肺 强力止咳 愿您整夜安睡 999强力琵琶路 时许 有时是在过度劳累之后 好像身体被掏空 是不是渗透支了 惠人心宝片 22位 要把渗透支的 补起来 他好 我也好 广告之后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中秋佳节 为您所正在直播的百姓调节 我是汪萌 那既然是中秋佳节 那自然会带各位 元宵佳节 不好意思 那自然会为大家送来各种各样的好礼 不仅您遇到感情困扰 您可以随时拨打电话 037165605388 那我们的百姓调节 为您出发 排油简单 同时呢 您还有可能获得由纳艾斯集团所提供的超能喜业奖品 还包括有郑州绿博园 2017中原文化大庙会门票一张 同时要提醒各位 我们的宋礼小分队 现在此时此刻已经在省会郑州的街头 只要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不换台 那说不定一会儿很多大礼就会送到您的跟前 我知道今天晚上有六个电视台都在进行冤宵喜乐会 但是我们的百姓调节是最好看的哦 好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看节目吧 上节我们说到 看到儿媳现现要和儿子离婚 现现的婆婆情绪十分激动 父亲邻居连忙上前劝说 看到媳现现婆婆的情绪一直无法缓和 而条卷担心地面上过于冰冷 从而影响到媳现婆婆的身体 父亲邻居赶紧把现现婆婆抬到屋内的床上 让现现的婆婆能够冷静一下 我们的一个人一个媳妇家又这么大 这么长长多高了 就是人家一整感 人家正用电影 就啥子都没有了是吧 现现的公公说 儿子不正干 他也很苦恼 而妻子之所以这么生气 是因为现现的娘家人打了儿子 却又不能原谅儿子 这让心疼儿子的妻子无法释怀 学院以后学院以后不要查书 不要查书 不要查书 你不要干事太多 你才咋啦 如这事我现在我跟你讲 如这事叫他娘去 他娘去 他敢跟我对哥 其他也不要不要去 他也想你来 我上的孔子 要了 你不叫了大妈呀 你不叫了大妈 孔子 要了 他姐姐都给他了 你买的妈了 你买的妈了 他接上来了 就是对家里 现现说 他娘家人对丈夫实在是忍无可忍 这才动了手 条件决定劝一劝现现 小娘做到一块 你自己的气氛 他不可能 你家人跟他那一刷一刷 不可能心情这块刷 我一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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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刷 我一刷 你那刷 你不刷 你看他给我妈一刷 你拿的把一刷 他还叫做出打的把了 是不是 是啊 是啊 此时 现现的父亲也有话要说 到哥开王 就是要被刷草药 谁呀 安妮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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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草药 他要钱一分钱都没 他也不干活 他没钱 没钱 我这我这门 我给他拿一刷五千块钱 安妮药 安妮药 你给他两钱 就 就给他吃饼 就给他看饼 总收入来 嗯 现现的父亲说 女儿住院 女婿拿不出钱 你就算了 竟然还做出这么一件事 给他五百块钱 交 交 一料 给的 交给的 不是 钱点 对 对 他从头上口血一百块钱 都五万了 滑了 他住院去研究所 他给他紧着呢 他该出去玩 他喜欢 也出去玩 一天都没 一天 也都没 也都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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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让汉子 他不干啊 有他爸爸给他妈 紧出来 有你吃饼 你喝都可以了 安妇咋 你啊 都是给腰板的 那张传点是一样的 都想来 不买过一样 而一旁献献的公共 听见大家这么说 立即表态 贵女婿都搁给我 我当 当业的 当奶的 我亲爱养我的 嗯 他两个都传来 那么那一元 那俩能整 能吃些一千不能 剩些两千不能 我给你照顾住 俩可要 能传来赶着货 献献的公共希望 献献能够和儿子 一同去打工 这样一来 献献可以随时 监管儿子的行为 那么 面对公共提出的想法 献献能够接受吗 我不重议 你不重议 我不得献献的味了 我不献献的味 调选决定 给献献的丈夫 打个电话 希望献献的丈夫 能够给献献的丈夫 献献一个保证 你是不是提供的 要是给你离婚的 你究竟咋回事 二人跑来 二人跑来 我一个星期划死 无钱 一个星期划死 在一个星期划死 无钱 那他这不回票相价 二人当调卷 和献献的丈夫 做沟通的时候 献献的婆婆 从屋内走了出来 并大声哭了起来 你只要把一会儿 我给你打成一会儿 咱再说吧 怎么说 现在有点状况 快快快 来来来来来来 我又不等你 咱们说 好吧 咱们说吧 你要有话说吗 没法说 你没法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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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几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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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止 你几个儿 几个儿 几个儿 你几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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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的邻居说 鲜鲜的公婆 一颗心都在儿子儿媳身上 为儿子儿媳操碎了心 所以听到儿媳妇要离婚 才会如此想不开 谢县表示 婆婆的身体不是太好 她也不愿再让婆婆跟着生气 而看到现现婆婆的精神状态不佳 担心现现婆婆的身体状况 挑拳赶紧拨打了120 谢县表示 愿意先到婆家 照顾好公婆和两个孩子 一切等丈夫回来再说 20分钟的等待之后 120来到了调解现场 在医生对现现婆婆 一番检查之后 医生表示 还需要到医院 再做进一步的检查 可是现现的婆婆 却不愿意去医院 谢县均决要带婆婆去医院 做检查 才会放心 看得出来 谢县也是很心疼婆婆的 而在大家帮助下 现现的婆婆被抬到了救护车内 现现陪同婆婆一起去医院做检查 调解认为 此时现现的婆婆需要冷静 不需要太多的人跟随 担心影响到现现婆婆的情绪 我们并没有跟过去 而截止发考前 记者拨通了现现的电话 现现表示 他会等丈夫回来 看丈夫的表现再做决定 在此我们希望 等现现的丈夫回来之后 夫妻两人能够冷静下来 慎重考虑 找到婚姻的症结所在 为了一双儿女 携起手来 共同过好今后的生活